2012年刚出道的吴亦凡 张艺兴 陆寒 第一次上快乐大本营 好 我当时迷 我当时迷他们迷的你知道吗 因为当时年纪轻轻 然后突然在我眼前出现了这么帅的 我当时真的觉得吴亦凡好帅 看到我没有 看到我没有 你够了我还没有激动 你凭什么那么激动 看到我没有 那个时候我在现场好吗 我去现场看了好吗 要表演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什么 没有接广告的机会 所以假如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接服装广告的话呢 我就走个秀 哇 Tries整体宣流 长得这么 这么帅还这么高 对啊 又高又帅 还这么白 对啊 然后五官跳毛病不出来 真的 啊他可以走模特 他身高也高 我会发现好像就是什么 还是一下子 啊对一下子 他走过很多袖了 对 你看像这个衣服感觉很土 但穿到他身上就还 而且穿在我们身上就完了 现在也是好看 你们这 what are you 头 你在干嘛 别别别 他这个头发现在也不过时啊 对啊 啊 吴亦凡的颜值我是真心佩服 哪怕他脑袋上顶着个鸡窝也不影响颜值 一点不影响 但是上级总会给他一些缺陷的 就比如说他演电影 好 这 哈哈哈哈 别说 吴亦凡亦苦 第二人都凶了 哈哈哈哈 他很会吧 啊 很定呢 很定 他眼神很有那种 不容易 对 一副那吃醋的样子 他说长得帅了不起 哈哈哈哈 怎么啦 帅还是错了是不是 对吧 这是我们第一位 来 掌声给克里斯 好 接下来是类 来 请坐最后介绍 小姐好 我叫 雷 哈哈哈哈 长沙小娇 哎 有一句英文叫什么呀 类音 拜的 然后又说翻译上中文 张艺兴在床上 哈哈哈哈 那就是刚才 维加预告过的 有一个长沙男子 对 这是长沙的 而且他是我和维加的 校友 是 师大副中的 你看师大副中 竞除帅哥呀 朋友们 一中也不差好吧 一中除了我的 哈哈哈 我给你那时候 他还在师大副中看那种 类似于那种小鞋 上回来 以前我还去师大副中门口 就是找过他来 我跟你讲